今天站在這裡 我如果是一般的民眾 我內心會非常的恐懼 你跟我講恐懼 我告訴你 我今天要告訴你 500人是如何的恐懼 民進黨政府 就是恐懼的總和 680個案子 有500個案子 法院不裁判 你民進黨一句話說了算 把人民有色違法來移送 你就是個恐懼的政府 請問這算不算 你偉大的院長 你恐中的侵犯人權啊 這個有司法權的救濟 甚至有些... 謝謝你有司法權的救濟 今天說謊官員 按照這次的刑法修訂 是誰來懲判 說謊官員的罪責 你意思說說謊官員 那到底誰是說謊官員 我應該誰來判嘛 不是你判不是我判嗎 法院判嗎 就是你說的司法救濟 謝謝卓東監 我跟你講 國會改革聽證調查的四大門檻 有所謂拒絕政言權 第二大門檻 第一三位立委決議 才能夠發動聽證調查 第三大門檻 第一三位立委決議 才能夠署罰 第四大門檻有司法救濟 第一法院這麼嚴謹的門檻 叫做侵犯人權 民進黨查摔表政府 叫做什麼 無法無天政府 謝謝張錦台委員 你好 澄清了今天行政院賦議的 第一個假消息 就是說 這個總統到立法院 做國情報告 並進行問答是違憲的 他引用了賴清德的說法 按照憲法 總統不只要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而且要接受質詢 直接用賴清德的話 打理了行政院 我要謝謝洪孟凱 在行政院的賦議裡面 跟我講說沒有討論 在野黨 三場公聽會 一場專報 兩次委員會審查 五場草野協商 加上四天的表決審查 你可以說沒有討論 因為你有主管感受 但是比較起邱易營 錢災預算 三分鐘碾壓 沒有討論沒有表決 這是沒收在場的意義 卓院長當作沒看到 不要謝謝黃國昌 官員說謊要成罪 要經過檢察官 要經過法官做事實認定 沒有懷疑就能成罪啦 法學素養都不夠 提出有什麼爛的一個覆議案 你說 關於質詢權聽政權的行使 有侵害人權之餘嗎 這是你們的一個覆議的理由嘛 所以我有些案例 來比較一下 民進黨在行政部門 對人權的態度是什麼 根據警政署的統計 2020年1月30號 根據《設違法》第63條 第一項第500項就是 散佈謠言足影響公共安寧者 警察機關共提送多少案件 你一定不會知道了 那我想請問 院長680件有多少件被法院裁罰 多少件不裁罰 只有2乘3 150件裁罰 7乘7 530件不裁罰 國會改革法案生效了沒有 請問院長 所以我們才提出故意 所以引起目前沒有任何民眾 按照誰的聽證調查 來這邊請求協助調查或出席聽證 我現在站在這裡 我如果是一般的民眾 剛剛委員的那段話 我內心會非常的恐懼 還好今天我認識 我告訴你 那500人更恐懼 謝謝你回答恐懼兩個字 民進黨政府就是恐懼的總和 680個案子 有500個案子法院不裁罰 你民進黨一句話說得算 反正你用色違法來移送 你就是個恐懼的政府 請問這算不算 你偉大的院長 你恐中的侵犯人權呢 這個有司法權的救濟 甚至有限 謝謝你有司法權的救濟 今天訴訪官員 按照這次的刑法修訂 是誰來審判 說訪官員的罪責 你一直說說訪官員 那到底誰是說訪官員 不是 我要誰來判嘛 不是你判 不是我判啊 法院判啊 都是你說的司法救濟 先這樣調查 但多重門檻之下 到最後 如果人民不服 一定要是行政法院救濟 所以一定要有司法救濟 謝謝卓鑼派你打臉字 但是我要跟你講下一個齁 即便是謠言 也要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 所以社違法第63條第一項第五款 散布謠言的處法 要把它刪掉啊 院長你認不認同這樣的修法理由 認不認同 言論自由是我們最高的價值之一 那個人不應該散布謠言 你認同三部謠言嗎 拜託啊 我旗敢認同三部謠言 但是不好的意思啊 2013年 民進黨蕭美琴現在的副總統 潘光安現在的秘書長 林佳龍現在的部長 婉碧琳現在的主委 李敬禮的監察院秘書長 陳其邁市長 黃偉哲市長 提案刪除所謂的 社違法63條一項五款 他的立法理由就是 即使是謠言 已經受到言論自由之保護 你直接一刀砍死了所有同黨同事 院長這樣不好吧 至少剛從年水發出來 最選犯局 還提案了 原因很簡單啦 他就是不凡政府的查人民水表 才會這樣提案嘛 所以他覺得說政府用設合法 前置人民的言論自由不甘 才提案修法廢俗設違法 631項五款 那我想請問你齁 照這種邏輯齁 設違法631項五款齁 來去所謂的 來去偵辦人民秘書的案件齁 你覺得是馬政府多還是三政府多 你部長說明 來 部長 這個我沒有統計的一個 告訴你啊 當然沒統計 不敢統計 我跟警政署所知啊 警政署說他沒有104年以前的資料 但是瘋傳沒有揭入更新 因為我在總統當過副秘書長 我也略有所知 按照警政署司法院監察人查的資料 我看到的資料 2011年到2015 5年資料違反社會法63條的 移送件數 你知道是移送多少件嗎 我再告訴你32件 平均6點4件 社會俗部的違法監聽案件 是大家都重視的 你要去扯別的東西 不但你復議案 那我回歸正途了 沒關係 政府2016到2022 這8年 673件 平均84點1件 我要就是回歸你復議案啊 今天 只要我們蘇貞參院長 在信公豬肉不爽 就去信公豬肉就被查水錶 這新北的謝先生 買到黑心的綠色雞蛋 他覺得是造謠 馬上警察8小時傳人 半夜偵訊 這樣的一個所謂安全 在你眼中不是安全 來我跟你講 國會改革聽證調查的四大門檻 第一大門檻 有所謂拒絕政言權 第二大門檻 第一三位立委決議才能夠發動聽證調查 第三大門檻 第一三位立委決議才能夠處罰 第四大門檻有司法救濟 立法院這麼嚴謹的門檻 叫做侵犯人權 你民進黨查水錶政府 叫做什麼